这群大猩猩在丛林中疯狂地逃窜 因为它们身后有一群拿着猎枪的黑人 正在对它们进行抓捕 一路上许多的大猩猩不慎踩到地上的陷阱 只剩下一个大猩猩还在拼命地逃跑 它一个飞跃跃上树干 然后又稳稳地跳回了地面 随即它就被扔进了铁笼之中 带去了一处药品试验基地 在这里这群大猩猩将作为新药物的活体试验对象 帮助科学家研发一种能延缓人类衰老的药物 这只绿眼睛的大猩猩叫铁蛋 它在被注视了一种代号112的神经药物试剂之后 智力便开始突飞猛进 用接近完美的方法顺利地完成了汉诺它的挑战 科学家小帅在看到这幕场景之后 激动地立刻跑到了药物研发组长老黑的办公室 告诉他药剂在大猩猩的身上试验成功了 下一步便可以申请人体试验了 随即老黑便召开了董事会 小帅在大会上侃侃而谈 说研究所已经成功地研发了一种特效药 它不仅能让人类的头脑更发达 还能有效地抑制老年痴呆地发声 董事会的成员们听的是聚精会神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实验室里的铁蛋此刻却突然不受控制地吞噪起来 他冲出了铁笼敲碎了玻璃 对着实验室一顿地乱砸 而此刻小帅却还在董事会上信誓旦旦地说 新研发的特效药物是没有副作用的 可他话音未落 铁蛋就直接撞碎玻璃 跳到了董事会的桌子上来 随后赶来的保安 直接开枪打死了这只狂躁的大猩猩 董事会议也因此不欢而散 就连药物实验也被紧急叫停 老黑对于小帅这次鲁莽的形势感到十分的愤怒 直接下令杀掉实验室里的所有大猩猩 失魂落魄的小帅回到了实验室 才发现铁蛋突然发狂的原因根本不是药物所致 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小宝宝 负责饲养大猩猩的小胖 希望小帅能把猩猩宝宝带回家中饲养起来 否则他刚刚出生就要面临被安乐死的命运 小帅用纸箱把猩猩宝宝偷偷地带了回去 交给了自己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父亲照顾 小帅注意到猩猩宝宝的眼睛竟然也是绿色的 这让他不禁恍然大悟 看来猩猩宝宝也受到了妈妈体内代号112世纪的影响 是一只高智商的猩猩宝宝 小帅随即给他取名叫凯撒 18个月大的时候凯撒已经认识了24个单词 两岁的时候凯撒已经可以玩8岁以上儿童的玩具了 三岁的时候凯撒已经可以用最快的方法完成汉诺塔的游戏了 在代号112世纪的药物影响下 凯撒的智力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 可与此同时 小帅父亲的阿尔茨海默病却越发地严重了 经常莫名地在家里发脾气摔东西 这天从实验室下班回家的小帅 偷走了几只代号112的药物世纪 他想尝试着给父亲注射 以此来改善他阿尔茨海默病的病情 起初他还很担心药物的副作用 不料第二天一早 小帅竟然看到父亲正坐在钢琴旁弹着钢琴 这不禁让他难以置信 小帅赶紧给父亲做了身体的各项检查 父亲却激动地抱着小帅说道 凯撒透过窗户 看到邻居的小孩在骑单车 这让他十分的羡慕 于是趁小帅不注意 他偷偷地从阁楼溜了出去 一路顺着铁丝网来到了邻居家的仓库 可不料却被邻居家的小女孩发现了 他的爸爸随即拿起棒球棍 好在小帅及时赶到抱走了他 可凯撒的身上还是受了伤 这个男人抱着一只大猩猩 去宠物医院看病 不料大猩猩竟然做起了媒婆 小帅和小美也因此谈起了恋爱 这一天两人带着凯撒来到了红山森林 看着眼前郁郁葱葱的大树 凯撒表现得十分的开心 并伸出手恳亲小帅 同意他到丛林里玩耍 在得到允许之后 凯撒在树叉间盼爬跳跃 跑不太过 一眨眼五年过去了 凯撒也成为了一只雄壮的成年猩猩 可他却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快乐 这天 小帅用铁链拴着他回家的路上 凯撒突然看到了一条 同样被拴着脖子的狗 他失落地问小帅 小帅不忍心看凯撒伤心难过 于是一路带着他 来到了实验室的门前 告诉凯撒说 这里便是你出生的地方 只可惜你的妈妈已经不在了 说完便带着凯撒回了家 却发现 父亲阿尔茨海默病的症状越发明显了 竟然用叉子饼来切鸡蛋 这天 父亲看见邻居买的新车很是喜欢 于是趁四下无人 便一个人偷偷地溜了进去 邻居大叔看了之后 很是生气 愤怒地冲出门来 用手指着父亲的胸膛 狠狠地责骂起来 而邻居的这个手势 在猩猩的眼睛里 正巧是挑衅和寻战的意思 很快 凯撒就因为袭击人类 而被强制地带去了动物中心 眼镜哥领着小帅 将凯撒送进了一处仿真的丛林之中 起初凯撒对于眼前的一切还很新奇 直到他发现小帅 准备抛弃他独自离开 凯撒绝望地趴在玻璃窗前哀嚎着 突然有个声音传来 说可以带领凯撒离开这里 他寻着声音 一路来到了一处铁牢之中 饲养员黄毛却只是冷冷地说了句 就锁上铁门离开了 凯撒看着身边 全是些张牙舞爪的同类 一时间显得狂躁又不安起来 原来所谓的动物中心根本就是个幌子 这里的饲养员黄毛非常讨厌动物 经常拿一些发送的食物来喂它们 甚至用高压水枪来欺负凯撒 他伤心地在墙上画出了小帅家里窗户的模样 因为那里才是他真正快乐的地方 这天所有的星星都被赶到了公共区域玩耍 这也是凯撒第一次接触星星群体 他本想主动示好加入这个大家庭 不料却被这里的星星统领拒绝 还一把撕烂了他的衣服 然后叫上其他的大星星 对着凯撒一顿的拳打脚踢 黄毛健壮不分青红皂白 直接一发麻醉枪就放到了凯撒 另一边老黑的研究所里 又运来了一批新的大星星 他们准备继续研发神经药剂 这只躺在手术台的大星星 就是此次试验的对象 他被注射了新研发的代号113的药剂 可过程中大星星却突然发狂 气体发生了泄露 而小胖的面罩也在刚才不慎滑落 可他不知道的是 致命的感染已经在他的体内蔓延开来 随后在为星星测量视力的时候 小胖不经意间打了个喷嚏 却发现竟然喷出了好多的血 他连忙去找博士看自己这是怎么了 可不巧博士不在家中 几天之后 小胖就因为感染了113号试验药剂 死在了自己的家里 另一边 小帅终于来到动物中心看望凯撒了 看着受伤的凯撒 小帅想带他离开这里 可是没有法院的命令 小帅无法这么做 只能失落地独自离开 看着小帅离开的身影 凯撒绝望地大叫 然后冲回铁笼擦掉了那个窗户的图案 这一次他决定自己想办法出去 晚上 黄毛带着朋友们来这里参观大猩猩 并用电接棒恐吓大猩猩 以此来向朋友们炫耀 其中的一个男生 因为拿酒瓶挑起凯撒 被凯撒直接揪住了领子 然后趁他不注意 偷走了他身上的一把短刀 待黄毛等人都离开之后 凯撒用这把刀 顺利地打开了铁笼大门 还解救出了这里 被单独关押的猩猩 大块头 在他的帮助下 凯撒成功地当上了这里的新统领 还和同样懂得手语的红毛猩猩 成为了朋友 这个大猩猩 从铁笼之中逃了出来 他推开玻璃窗 一跃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随后凯撒一路来到了小说的家中 偷走了他冰箱里的神经药剂 然后重新返回了动物中心 他把装着神经药剂的罐子 全部打开 让所有的大猩猩 都吸入了112药剂的气体 很快 动物中心里所有的猩猩 眼睛都变成了绿色 晚上 黄毛再次拿着电棍威胁凯撒 赶紧回到铁笼中去 可这一次 凯撒不再妥协 凯撒一棍将黄毛打晕在地 然后拖着他关进了铁牢之中 随即凯撒放出了所有被囚禁的大猩猩 准备带领着大家一起逃出去 苏醒过来的黄毛 还想拿着电棍上前阻碍 一时间 所有的猩猩都涌出了动物中心的铁门 在凯撒的指挥下 他们都朝着红山森林出发了 因为凯撒记得 那里曾是他感到快乐的地方 可在此之前 凯撒决定先去老黑的实验中心 为自己的妈妈报仇 于是他带领了一支猩猩小队 迅速占领了实验中心的整座大楼 看见老黑走了进来 猩猩们从四面八方一跃而下 准备对老黑进行报复 老黑赶紧叫来了军队的直升机救援 另一边 公园里的大猩猩也被救了出来 猩猩大军的队伍越发地强大了 他们有组织 有纪律 拿起武器 对抗人类的抓捕 并快速地占领了城市的制高点 一根长矛直插警车 救下了被关押的同类 一时间 整座城市都陷入了猩猩的统治之下 他们爬上车顶 一路朝着红杉森林的方向赶去 与此同时 小帅再次来到了动物中心 看望凯撒 却发现 这里已然不见了猩猩的踪影 受伤的饲养员告诉小帅说 你是狠 他说了 小帅连忙开车到处寻找凯撒 果然在一处吊桥上 发现了凯撒的身影 猩猩大军已经占领了整座大桥 要想去往红杉森林 那么这里就是猩猩们的必经之地 凯撒带领猩猩们一路向前 可他们却早就被军队的士兵包围了起来 凯撒随即下令 让猩猩们兵分三路前进 一部分爬上铁架从桥上通过 一部分抓住横梁从桥下通过 剩下的猩猩则和他一起正面对抗人类的围剪 一群武装士兵骑着马冲了过来 他们对猩猩们各种棍棒相向 一个士兵不是被大块头从马上打落下来 可这时直升机上的士兵 却开枪打死了其中的一只大猩猩 地面上的士兵也把枪口对准了猩猩大军 凯撒随即下令让猩猩们放到了一辆公交车 挡下了前方射来了死弹 然后一个人骑着马朝着士兵们 驻扎的区域便跳了过去 猩猩大军看似场景 也从四面八方开始了反击 老黑在直升机上命令开枪射杀带头的凯撒 凯撒却丝毫不拒 甩出铁链就朝直升机砸了过去 可这时大块头却站了出来 他一个飞扑跃上直升机 和驾驶员缠斗了起来 失去平衡的直升机不断地在空中翻转 最终撞毁在了大桥之上 大块头死了 老黑却还趴在直升机里 向凯撒求救 可这时 曾经被老黑用作药物实验的大猩猩刀疤 却走了上来 在经历了千星万险之后 凯撒终于带领着新兴大军来到了红山森林 而此时 小帅也终于开车赶到了这里 他还想劝凯撒跟着自己回家 这部上映于2011年的动作科幻电影《星球崛起一》 算得上是决战星球的前传 影片中大量逼真且震撼的长镜头 似乎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 这群大猩猩就在我们面前 电影虽然在剧情上存在一些不足 但是传递出的人类与动物的相处法则 却不禁让人唏嘘动容 面对人类的贪欲和索取 大猩猩们从始至终想要的 也不过是回家而已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想表达对我们的支持 就给我们关注点赞和转发吧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 这个猩猩拿着一柄钢叉 准备猎杀面前这只受伤的迷路 结果下一秒 突然从密林之中冒出来了一头棕熊 好在他的爸爸凯撒及时扑了上来 吸引了棕熊的注意 凯撒随即便开始大声的呼唤同伴前来帮忙 听了他的吼叫声后 猩猩大军开始飞快地朝着他的方向奔去 为首的刀疤拿着一柄钢叉 从岩石上跳跃而下 直接刺穿了棕熊的脑袋 救下了凯撒父子两人 人类为了研发能延缓衰老的特效药 在大猩猩的身上做起了药物实验 一种代号113的神经药剂 使得大猩猩的智慧暴增 可当用在人类身上的时候 却出现了严重的病理反应 一名意外感染的科学家已经惨死家中 此后在全球更是爆发了严重的源流感 目前已经造成了超过1亿人的死亡 政府部门统统陷入了瘫痪 少数幸存的人类 只能藏身于破旧的集中营中勉强度日 而被开发了智力的星星 则在丛林之中建立了自己的部落 并发展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文明与秩序 这天一对科学家闯进了丛林之中 走在最前面的小帅 突然遇到了两只大猩猩 为求自保 他开枪打伤了一个大猩猩 听到枪声之后 凯撒立刻带领部落里的猩猩们包围了科学家 大壮立刻让所有人都放下手里的枪 并主动表示他们没有敌意 而凯撒听后却只冷冷地回了一句 第一次面对如此庞大的猩猩大军 显然所有人都吓坏了 为了搞清楚他们的来意 凯撒让刀疤悄悄跟随他们回去 看看这群所谓的科学家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原来人类在红杉森林的山脚下建立了一个临时的难民营 可近来资源匮乏 电力系统也坏掉了 所以大壮才会带人上山去修复水电站 重新获得赖以生存的资源 可这次的行动却无意间打破了星星与人类的生存界限 刀疤甚至提议直接消灭掉人类 这样就再也不会有星星遭到迫害 可凯撒却拒绝了他的请求 他不愿意看到人类和星星重新开打 但是答应刀疤 隔天就前去和人类谈判 四日一早 凯撒带着星星大军来到了难民营的门口 他警告人类不准再闯入森林 更不准去打扰他们的生活 说完便转身骑马离开了 可难民营的生活物资即将耗尽 而且一旦失去了电力 他们将彻底的断绝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于是一番考虑之后 大壮又重新找到了凯撒谈判 他将凯撒一路带到了水电站内 然后告诉了他电能对于人类的重要性 在大壮的一番劝说之下 凯撒同意了人类上山修水电站的请求 但是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需要交出所有的武器才行 可即便如此 凯撒的这一决定 还是让痛恨人类的刀疤感到愤怒不已 隔天 他便带领着两个星星 悄悄地潜入了难民营中 在这里他发现了大批的枪支弹药 里面囤积的炸弹 足以摧毁整个原族部落 可这时 刀疤却被两名看守的人类发现了 他集中生智 装疯卖傻 成功地骗过了人类 逃了出去 另一边 大壮等人也在凯撒的监视下开始进入水电站进行维修和检查 可因为水电站荒废多年 过程中突然发生了坎塌 小帅很快被石块掩埋了 多亏了凯撒的出手相助 他才被成功地从废墟中解救出来 可这时 一只小猩猩却无意间发现了小帅藏在手提箱里的枪 这让凯撒十分的生气 随即凯撒便下令 让大壮带着所有的人立刻滚出丛林 可水电站还没有修复成功 现在回去无异于是功亏一篑 于是大壮带上小美再次找到凯撒求情 却意外发现了凯撒奄奄一息的老婆 小美主动提出可以帮忙为其医治 作为交换 凯撒也同意了让大壮等人再多待一天 并且表示会让自己的手下前去帮忙 可当刀疤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却再也忍不住了 作为统领的凯撒面对刀疤的不断挑衅 他再也忍不了了 直接一拳将刀疤打倒在地 可元族有个规矩 是不许同族自相残杀 所以最后凯撒还是原谅了刀疤 这个星星竟然一把抢过人类的酒喝了起来 结果下一秒他就吐了出来 一旁的男人看了之后哈哈大笑 可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 自己会死在这个呆呆傻傻的星星手里 刀疤捡起地上的枪 直接射杀了两名负责看守的人类 这还不够 他又趁着夜色悄悄地来到了卡车旁 杀死了正在抽烟的小帅 另一边在凯撒的帮助下 大壮成功地修复了水电站 小美也治好了凯撒老婆的病 所有人都围在山顶上 欢呼庆祝这一刻 可这时刀疤却偷偷地朝凯撒开了枪 凯撒应声坠落悬崖 部落里瞬间炸开了锅 这时刀疤跑出来 捡起地上的枪大喊道 所有的星星都被他的话点燃了怒火 之后红毛星星觉得 大壮等人不会干出这样的事 于是趁乱带领着他们逃了出去 在刀疤的带领下 星星大军朝着人类居住的难民营赶了过去 他们先是洗劫了那处军火库 然后骑上马拿着枪 气势汹汹地便让难民营杀了过去 眼镜哥加好火箭炮火 一发几万打过去 星星大军便死伤一片 刀疤趁机跳上了一辆坦克车 一路掩护着星星大军 占领了人类的难民营 他们将人类驱赶到阁楼之上 在楼梯处有一个大叔还在抵抗 刀疤直接从后面放倒了他 并下令让一个叫灰灰的小星星 亲手杀了他 可灰灰却拒绝了 他告诉刀疤说 如果凯撒在的话 一定不会希望他们这么做 却不想这句话直接激怒了刀疤 他抓住灰灰的脖子 直接将他拖到了二楼 然后直接扔下去 摔死了他 刀疤警告其他的星星说 凯撒已经死了 现在他就是新的统领 而另一边 大壮和小美也终于在丛林中 发现了重伤倒地的凯撒 他们将凯撒抬上卡车 准备带回去治疗 可此时难民营已经沦陷 他们只能一路在凯撒的指引下 来到了曾经凯撒长大的那处老房子里 可由于凯撒的伤太严重了 他必须尽快接受手术才行 为了能救活凯撒 也为了能够平息猿族和人类的战乱 大壮决定只身一人回到难民营 去寻找手术所必须的药物和真剂 不料他刚刚来到这里 就被巡逻的星星们发现了 他带上医疗包 到处躲避着星星们的围攻 就在他以为安全的时候 凯撒的大儿子皮皮 却举着枪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可皮皮并没有开枪 自从刀疤杀死了灰灰之后 皮皮不惊地开始有些怀疑 刀疤这么疯狂地屠杀人类是对的吗 于是他放下了枪 转身就准备离开 这时大壮却告诉他说 皮皮一路跟随大壮 来到了那处老房子 见到了受伤的凯撒 看着爸爸身上的鲜血 就以为是人类害得他如此痛苦 可凯撒却制止了他 并告诉皮皮说 其实是刀疤朝自己开的枪 凯撒也在小米的精心照顾下 身体逐渐地康复了过来 看着窗外被皮皮解救出来的星星们 他知道是时候发起对刀疤的反击了 凯撒带领着一队星星大军 一步步地爬到了一处铁架之上 在这里 他又一次和刀疤面对面地站在了一起 可此刻的刀疤早已被仇恨冲昏了头脑 他不顾凯撒的劝说 执意要带领猿族消灭所有的人类 一言不合 凯撒和刀疤便撕打在了一起 他们在铁架上重拳相向 一个不留神就重重地摔了下去 另一边 大壮遇到了那名营里的眼镜哥 发现他正带人准备炸掉整座大楼 可眼看凯撒和其他的星星们 都还在上面 大壮拿出枪 威胁眼镜哥 取消爆破计划 可没想到 眼镜哥已经联系上了不远处的军事部队 很快 武装战士就会赶到这里 射杀这群发疯的大猩猩 而与此同时 凯撒和刀疤还在激烈的打斗之中 刀疤捡起地上掉落的铁棍 还在不断地朝凯撒发起进攻 凯撒起初只是拿着钢板防御 眼看刀疤已经彻底的封魔 于是主动出击 打着刀疤连连后退 愤怒的刀疤把身旁的铁架重重地摔倒在地 直接震碎了脚下的高台 幸亏凯撒和刀疤都及时地抓住了铁链 可这时一声巨响传来 眼镜哥竟然一把抢迫炸弹的引线 引爆了这里的炸弹 剧烈的爆炸使得猩猩们伤亡惨重 许多的猩猩都被压在了钢筋下面 就在凯撒帮忙解救其他受伤的猩猩时 刀疤突然拿起枪又开始了疯狂的扫射 一群猩猩实在看不惯刀疤的行为 于是抛出钢筋砸伤了他 不料刀疤直接掉转枪口 向他们纷纷射杀 凯撒抓住机会 悔苦之下 直接将刀疤打飞了出去 刀疤用手死死地抓住铁架 他还想向凯撒求饶救救自己 可当凯撒望向四周满是伤痕的同伴 想起刀疤疤疯狂屠杀同族的时候 他最终放开了拉出刀疤的手 电影的最后凯撒重新当上了元族的统领 和他的老婆孩子紧紧地相拥在了一起 大壮告诉凯撒说 这里很快就会被武装战士所包围 要他尽快地带领元族离开 可凯撒却说 这次是元族主动挑起的战争 所以他不会选择逃避 凯撒也带领着元族同伴们一起 迎接这场即将到来的终极之战 这部上映于2014年的动作科幻电影 星球崛起二 黎明之战 刻画出了一个完美的部落首领的形象 凯撒虽然作为一只大猩猩 但是他的很多处世之道 都值得我们人类去反响和思考 只不过关于影片中猩猩可以骑马地设定 多少地让人觉得有些出戏 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 你怎么看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想表达对我们的支持 就给我们关注 点赞和转发吧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 这群人类士兵对着元族部落正在疯狂射击 一时间星星们死伤惨重 一名负责放售的元族战士 连忙骑马回去报信 很快 元族的援军就抵挡了战场 他们抛出巨大的烟雾弹 让人类士兵丢失了视野 随即万箭齐发朝着山谷射去 很快 人类士兵的突击小队就只剩下了四人 他们被带到了元族的树屋之中 一起被抓来的还有一只叛变的大猩猩金刚 面对凯撒的逼问 人类士兵害怕得瑟瑟发抖 可金刚却毫不畏惧 他骄傲地告诉凯撒说 人类中有一个神异般存在的上校 上校会先杀了凯撒 然后再消灭整个元族部落 愤怒的凯撒听后 让白毛将金刚关押了起来 对于存活的四名人类士兵 凯撒却并不想造成不必要的屠杀 于是命人将他们绑在马背之上送下了山 可这时白毛却浑身是血地跑了过来 他告诉凯撒 金刚偷袭了他逃跑了 另一边 凯撒的儿子皮皮终于骑着马赶了回来 他们在沙漠的另一边 找到了一个不被人类打扰的新的适合元族居住的地方 所有的元族同胞都对皮皮等人的发现欢呼庆祝 随后他们一起来到瀑布后面的大本营中 皮皮告诉凯撒 在穿越一片沙漠之后 便可以到达一处远离人类的栖息地 在那里 元族就再也不必担心人类的入侵了 白毛听后很是激动 他一直惧怕人类的进攻 如今听到有安全的栖息地可以选择 当即就表示希望现在就出发前往 可这却遭到了凯撒的拒绝 毕竟元族数量众多 凯撒说等自己想到了万全之策之后 再带领大家一起出发 晚上凯撒正思考着要如何安全转移的事情 突然看到瀑布外出现了几道绿色的灯光 他知道这是人类的士兵准备发起偷袭了 于是凯撒连忙叫醒皮皮 告诉他务必保护好妈妈和弟弟的安危 随即便转身离开了 凯撒火速集结了一支小队 准备对人类士兵发起反击 黑暗之中皮皮直接干掉了一个持枪的士兵 可他却被另一名士兵错认成凯撒 于是直接开枪将他打死了 另一边凯撒等人也成功地干掉了一名士兵 可他却意外地在对讲机中 听到了家人已经遇害的消息 凯撒一路飞奔来到齐尔的身边 却发现他们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 而持枪站在凯撒面前的 正是那个残暴无度的上校 两人减短的对视之后 上校便朝着凯撒疯狂扫射 在巨大的仇恨面前 凯撒已经无法再继续保持冷静 他一跃而下 死死地抓住了上校的绳索 可最终还是被上校割断了绳索 凯撒也随之重重地摔进了湖水之中 经过一番挣扎 凯撒总算是抓住了河边的礁石爬了上来 回到瀑布后的大本营 老黑告诉凯撒说白毛不见了 并推测说可能就是他背叛了原族 所以人类的士兵才能找到这里 可此刻的凯撒还沉浸在 失去老婆孩子的痛苦之中 他现在只想尽快找到小儿子的下落 突然凯撒听到了不远处发出的动静 却发现竟然是自己的小儿子站在那里 父子俩相拥而弃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次日一早 原族准备开始前往新的栖息地 毕竟这处瀑布已经不安全了 但是凯撒却不愿意一同前往 因为他要去杀了上校 要为他死去的老婆和孩子报仇 同时也能为原族争取最大的撤离时间 凯撒将自己的小儿子 交给了布鲁里的一只母猩猩照顾 自己则骑上马朝着丛林深处出发了 可凯撒没走多久 老黑几人便赶了过来 他们愿意追随凯撒一起对抗上校 为死去的原族同胞报仇 就这样 凯撒一行四人开始了他们的复仇之路 在老黑的带领下 他们很快发现了一处冒着吹烟的小木屋 凯撒怀疑这里就是士兵的驻扎地 于是准备下马查看情况 这时一个抱着木材的男人突然走了出来 看着眼前的大猩猩 他显得有些局促不安 趁着放下手中柴火的空档 男人还想拔枪射击 却不料直接被凯撒开枪打死了 凯撒带领着小队一路摸索着走进了木屋 却只发现了一个不会说话的小女孩 凯撒缓缓地放下了手里的枪 就在他们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 小女孩却一个人走了出来 看着倒在地上的父亲 他显得十分的可怜与无助 红毛猩猩随即表示希望能带上他一起走 否则这个女孩肯定活不下去 最终凯撒答应了他的请求 决定带上小女孩继续朝着上校的基地出发 凯撒骑着马终于来到了上校所在的基地 却远远地发现了叛变的白毛 此刻的他已经沦为了人类的奴隶 凯撒悄悄地潜入了基地内部 质问白毛为什么要出卖原祖部落 这时白毛才缓缓地道出实行 原来之前叛变的金刚欺骗白毛说 只要他说出原祖的藏身之地 就可以饶他不死 没想到却因此害死了凯撒的家人 白毛还说上校此刻已经离开了基地 现在正赶往北方去和当地的士兵会合了 他们整顿完毕后 将会再次对原祖发起进攻 这时迎战外一群人类的巡逻士兵走了过来 白毛还想大声求救 却被凯撒直接用手捂住了嘴巴 等到人类的士兵离开的时候 凯撒才意外地发现 自己竟然硬生生地闷死了白毛 与此同时 人类的部队开始驾车离开 凯撒也随即骑马跟上 他们翻山越岭 在一处大风纷飞的峡谷之中 突然发现前方的士兵停了下来 随后又传来了几声枪响 凯撒立刻带领小队藏在了岩石的后面 在周围没了动静之后 凯撒这才重新带领大家 出来查看情况 却意外地发现了三具 埋在大雪下面的尸体 其中有一个人还留有一口气在 凯撒想询问他 为何会被同伴枪决 却发现 这个男人也是个哑巴 在看出了男人的痛苦之后 凯撒直接开枪 提前了结了他的生命 可经此一事之后 凯撒彻底地跟丢了 人类的大部队 他们只能爬上高塔 试图找寻人类的足迹 可这时 一个神秘人 却趁机偷走了凯撒的枪支和马匹 老黑健壮 立刻咆哮着追了上去 终于在一处废弃的防射里 找到了这个神秘人 原来 他也是一只大猩猩 叫做小矮子 一只孤零零地住在这里 见到凯撒等同类之后 小矮子十分地开心 他告诉凯撒说 从这里再往北的地方 有一处废弃的人类的集中营 那里关押着很多的病人 光头听后 随即推测说 人类的部队很可能就是去了那里 凯撒也希望小矮子 能够为其带路 一番交涉之后 众人决定 第二天一早 便出发前往那个集中营 临行之前 老黑还摘了朵花 带在了小女孩的头上 经过了一路的跋涉 凯撒他们 终于来到了集中营地附近 可正当凯撒和老黑 在侦查敌行的时候 却遭到了人类士兵的偷袭 为了保护凯撒 老黑用身体挡住了士兵 致命地进攻 自己却被钢刀刺穿了心脏 小女孩看着奄奄一息的老黑 哭着将那朵花插在了他的耳旁 看着同伴一个个地因自己而死 凯撒既愤怒又悔恨 随即要赶红毛和光头回去 凯撒再次下定决心要一个人完成对上校的复仇 在穿越了一处满是星星尸体的山谷之后 他第一次看到了人类的集中营 这里面关押着许多的猿族同伙 四周守卫森严 灯火通明 这时他身后却发生了微弱的求救声 一只还没有断气的大猩猩告诉凯撒说 他们在往新的栖息地迁徙的路上 就遭到了上校的围攻 并将他们所有人都关押在了这里 逼迫他们干活 这个受伤的大猩猩 话还没说完便没了呼吸 而此时凯撒的身后 却突然又冒出了一个大猩猩 等凯撒再次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被上校用铁链捆住 一路由叛命的金刚 押送进了铁牢之中 隔天凯撒也被人类逼迫着 干起了苦力 那名母猩猩告诉凯撒说 自从猿族的同伴被关进这处铁牢之后 便再也没有吃过任何东西 还日日遭受金刚的毒打 凯撒实在不忍心 看到同族受此虐待 于是缓缓地站了出来 怒吼道 凯撒跪在上校的面前 为猿族同伴讨要生存必须的水和食物 但是残暴的上校并不理会 直接掏出枪抵住了凯撒的脑袋 为了救下凯撒的性命 其他的大猩猩们又重新开始了工作 而这一幕 都被躲在远处的红毛和光头看在眼里 他们发誓一定要救出凯撒 晚上 上校再次召见了凯撒 他告诉凯撒说 目前世界境内原流感猖獗 很多的人类在感染了这种病毒之后 起初会丧失语言功能 变成哑巴 随后便会彻底地失去理智 沦为野兽 为了保住幸存的人类 上校将所有感染原流感的人都杀了 这其中还包括他唯一的儿子 也正是因为上校残暴 有人便偷偷地逃往北方 搬救兵来推翻上校的统治 那所谓的军队 其实并不是上校的援军 而是赶来刺杀上校的敌军 也正因如此 上校才会逼迫援族 为他建筑高墙抵御外敌 另一边 红毛和光头试图挖掘隧道 解救被困的凯撒 他们一路摸索 成功地打通了连接铁牢内部的通道 只等夜幕降临 便可以开始营救行动了 到了晚上 光头先是一个人来到了集中营里 不由分说地和金刚缠斗在了一起 剧烈的打斗 吸引了上校等人的注意力 也为红毛和小矮子的营救行动 争取了时间 小矮子通过地道 成功地来到了 关押着成年星星的铁牢之中 可一旁关押又年星星的铁牢 因为地道被水淹没 所以无法展开救援 凯撒见状立刻下令 成年星星先从地道离开 然后再想办法从地面解救被困的又年星星 另一边 负责巡逻看守星星的士兵 突然被一坨翔砸中了脑袋 气急败坏了他 打开了铁牢的大门 举着枪逼问是谁干的 然后又是一坨翔砸在了脸上 士兵气得脸都绿了 他举着枪 就准备朝光头打去 可这时 脚下却突然冒出了一双手 直接将他拖进了地道之中 红毛顺利地拿到了士兵身上的钥匙和枪 凯撒用钥匙 打开了关押着小星星的铁牢大门 父子俩终于重新抱在了一起 在凯撒的指挥下 所有的又年星星都顺着钢索 成功地和成年星星会合 然后通过早就挖好的地洞 逃离了这处牢笼 凯撒眼看着元祖部落已经得救 便决定留下来和上校拼个你死我活 可这时 集中营上空却飞来了大量的战斗机 直接发射导弹引爆了这里 集中营的士兵慌忙架起高射炮反击 而此时却始终不见上校的身影 凯撒一路来到了上校的营帐之中 却发现他此刻已经感染了源流感病毒 蹊跷流血变成了哑巴 上校想让凯撒开枪杀了自己 可凯撒这个时候却又心软了 看着眼前这个虚弱的男人 他缓缓地放下了枪 让上校自己亲手了结了自己的性命 城墙外 士兵们还在奋力抵抗着战斗机的轰炸 这时他们突然发现了原族撤离的大部队 一名士兵直接掉转枪口 开始对原族疯狂地扫射 而在他的身边站着的正是叛变的金刚 看着自己的同族被射杀倒地 金刚一时间有些愣住了 而另一边 凯撒也从爆炸的硝烟中冲了出来 他浑身挂满了手雷 准备炸毁城墙边那个油罐车 可突然却被一名士兵用弓箭射中了身体 凯撒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可下一秒士兵却被直接炸成了碎片 原来是金刚实在看不过人类屠杀同族 终于幡然醒悟救下了凯撒 可他自己却被身后的士兵直接开枪打死了 这时凯撒抓住机会 丢出手雷 瞬间引爆了油罐车 剧烈的爆炸直接摧毁了城墙 炸毁了士兵 将整座集中营都移为了平地 凯撒也被重重地弹飞了出去 借助地道的保护 凯撒捡回了一条命 可刚才 剧烈的爆炸却诱犯了严重的血崩 原本还在欢呼的士兵 下一秒便全部给大学掩埋 原族凭借自身的优势 快速地爬上树盖躲过了一劫 电影的最后 凯撒终于带领原族找到了新的家园 看着大家都开心地四下散开去 凯撒也终于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倒了下去 这部上映于2017年的动作科幻电影 星球崛起三 终极之战 虽然剧情上存在明显的逻辑问题 但是对于原族部落的刻画还是很到位的 一个部落的王从生出到隐落 我们一路见证了凯撒的成长与蜕变 虽然影片的最后凯撒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但是他的这种不言败不服输的精神 也将在原族之中永远地传承下去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想表达对我们的支持 就给我们关注点赞和转发吧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